我从未见过如此淡定的速通 接下来请不要眨眼 这位老哥速通超级马里奥会让你又渴又渴 一开始一路很普通的边跳边跑 6秒进入下水道随便吃点金币 13秒上来后即将到达1-1关终点 为了节省时间所以他选择跳到最下面 20秒他拿出自己左边的可乐淡定的喝了一口 因为加载的时间太长 32秒时老哥拿出右边的披萨咬了一口 好38秒挑战继续 丝滑的一路小跑 虽然老哥的表情轻松 但总觉得让人心疼 55秒卡到砖块里 59秒直接跳到4-1关 此时的老哥好像忘记了喝可乐 皱起了眉头开始认真对待游戏 1分21秒来到4-1关终点 纵身一跃 一不小心跳到了最顶部 这时的老哥看似有点懊悔自己的这一操作 于是从自己左侧又拿出了那瓶可乐 喝上了一小口 接着小哥好像吃下去拿披萨 但是看看时间 由于来由于去 吃还是不吃 吃还是不吃 算了先不吃了 打完再说吧 这时的老哥似乎想赶紧结束游戏 看上去他加快了速度 一会正跳一会倒跳 1分55秒怼到了一个下隧道 盲才直播他又要跳关了 果然没错 他来到了6-7-8关 老哥毫不容易选择钻紧的第8关 这次他竟然没吃也没喝 我知道他又要快起来了 果然这一路的秀操作 面谈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的表情 不禁让人感叹 这熟练的惹人心疼 就这样2分47秒 到达8-1关终点 老哥也终于能缓一缓 从左侧又拿出那瓶可乐 喝上了一小口 为了节约时间 可以看到他这次没有盖上盖子 好了2分58秒挑战继续 看着老哥心云流水的操作 我知道他心中的苦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3分21秒到达8-2关终点 这时的老哥从右侧拿出了两块披萨 叠在一起 一口咬了下去 好像不是太过瘾 从身后又提了一瓶家庭装的可乐 这瓶应该是发快的 咕咚咕咚的干了一大口 好3分35秒恢复挑战 一边还不忘嚼着 刚刚咬下去还没咽的披萨 虽然也吃也喝了 但感觉老哥的神情比之前更加凝重了 不过速度也越来越快了 难道可乐配披萨才是男人的加油站吗 3分58秒到达8-3关终点 老哥轻松的咽了一下 从身体的右侧 竟然拿出了一瓶迷你版可乐 这瓶是2块5的 抿了一小口之后 磨了一下满是胡茶子的嘴巴 拿起手柄 开始了最后的挑战 同样以015又非常快的速度 在4分21秒进入了一根管道 4分29秒又进入一根管道 4分37秒他又又钻进了一根管道 在这里成功的躲过了所有的海底生物 冲出管道 看到最终的boss他没有攻击 直接迎面而上冲了过去 5分钟者老哥顺利通关超级八摇 此时的他先是抹了一下扎手的嘴巴 然后从自己的右侧 又拿出了一罐一拉罐装的可乐 我知道这种在超市里是12块一达的